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曾杰明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就是 特朗普在利用经济 获取的所谓的合法性方面 他与中共是高度一致 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 就是特朗普他对普世价值 他是不屑一顾的 最近的谈劾 最近针对民主党的谈劾行动 他的态度也很典型的说明了 他的价值观 他是对自由民主人权是 没有一分钱的兴趣的 他在推特上面多次辱骂 这个佩洛西 在佩洛西的弹劾行动 是一场骗局 辱骂佩洛西是一个疯子 弹劾行为是疯狂的行动 说民主党对他的弹劾 是泄害 政治迫害 但是迄今为止 他没有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 证明民主党是在 迫害他 是在污蔑他 他有的只是谩骂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特朗普的支持率 并没有随着民主党的弹劾行动 出现进一步大幅下跌的这种趋势 现在反对弹劾他的 他的所谓基本盘 仍然有41%的比率 这是从样的调查 有41%的美国民众 是反对弹劾他的 支持弹劾他的 达到了43% 这个优势也是很微弱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 就是特朗普 他还是有一些方面 在一些方面 他还是获得民意的支持的 他的民意的基本盘 是不可小视 如果这种局面 持续下去到明年大选 那么特朗普 他还未必败选 他是有可能 他甚至有可能继续连任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个总统 一个美国总统 如此蔑视普世价值 如此蔑视程序的正义 多次辱骂这个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 这种合复程序的弹劾行动 他仍然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的 你像特朗普 他是他的这个个人腐败 他的任人为亲 他把白宫当成这个 个人和家族的生意场所 他让美国 他让美国空军到自己经营的加油站去加油 他让这个美国 他让美国主持的这个国际会议 去自己的度假圈 去自己在这个美国之外的 他的这个酒店 他经营的酒店 去住 这种腐败行为 还有他这种叛国 他这种涉嫌叛国的这种行径 从通俄门到通乌门 证据并不是一点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什么还能够得到那么多的支持 就是因为 特朗普他上台以后 美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很好 这个跟中共 中共至少是在习近平之前 依靠这个经济发展的好形势 中共也获得了 获得了众多人的支持 再加上他那个 中共的愚民洗脑网络封锁 是支持他 支持中共 特别是福温时期 福温以前的江泽民时期 支持中共的国内民众 是非常多的 并没有因为中共在 人权问题上倒行逆施 专制压制 并没有因为中共的这些暴政 改观 他的支持率是 他支持中共的国内民众 是非常普遍 非常众多 这个就是跟支持特朗普 跟特朗普的现象 是相通的 而且非常相似 惊人的相似 就是因为中共 至少是表面上看来 中共带领中国 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就 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我们应该分析一下 美国现在的经济好局面 到底哪些是特朗普造成的 他是用什么方法造成的 是用什么方法造成的 他这个刺激经济的方法 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 究竟是比较健康的还是短期行为 很少人去考虑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人 特别是他们老一辈人 没有几个是懂经济的 那么特朗普他与 他之所以获得 这个经济的 美国经济的好局面 他又与中共 中共至少在习近平之前 所取得的这个经济好局 有非常惊人相似的一面 怎么说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看特朗普他刺激美国经济增长 他的手段是什么 首先 他就是货币量化宽松 货币量化宽松 说白了就印钞票 给这个市场注资 这个与这个 中共胡温时期 在2008年 救市的手段是如出一辙的 但是中共是 8万亿救市 8万亿就是 4万亿注资房地产 4万亿注资动车 那么很快立杆阵营的 使那个经济为之一振 因为防地产起死回生 那特朗普他采取的也是一个 手段之一 也是量化宽松 就是给市场注资 保证这个美股 保证这个美股往上涨 还有就是 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下手 拦截这个贸易利差 它呢就是采取 对美国企业 转往这个美国境外生产的 这个美国企业 采取这个惩罚的措施 比如说征税 然后迫使 迫使这个美国企业 把这个生产基地 迁回美国 通过这种 来减少贸易利差 实际上什么这个 什么是这个贸易利差 贸易利差里的 就是说的通俗点 就是你出口少 进口多 就形成了利差 贸易利差实际上 并不一定都是坏事 但是特朗普拼命的宣言 说这个贸易利差 有多么大的危害 必须要扭转 这个所有对美国 具有贸易利差 贸易顺差的 对美国有贸易顺利的国家 都打败了美国 所以这种耸人听闻的话 欺骗那种不懂经济的人 它就是重点 狙击这个贸易利差 实际上贸易利差呢 就是中美贸易利差 比如说中美贸易利差 就是美国制造业 一些比较低端的制造业 还有农业的一些生产 它就转往中国生产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人力比较低廉 是当时啊 现在是往上涨得很快 转往中国生产的那些制造业 还有农产品 它再以出口的形式卖到美国来 那么就会很便宜 具有价格的优势 而且消亡其他国家 也有很大的竞争力 因为价格便宜嘛 但美国的 美国本来就是 你低端产品 那负价值很低 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利差 是因为美国 它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极权的防范 它政策禁止高科技的产品 许多高科技的产品禁止向中国出口 再加上 因此就造成了 再加上中国知识产权的盗版 因此就造成了 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它比较少 再加上特朗普的贸易战 就是令这个雪上加霜 使美国输往中国的技术产品就更少了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种贸易利差 美国对中国就形成了贸易利差 贸易利差对美国 它并不完全都是坏事情 比如说它使美国的老百姓 贸易利差对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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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利差 美国就会出现就业的困难 但这个就业的困难呢 现在已经证明了 这种发达国家的就业困难 它可以通过技术科技的进步 还有政府的改善服务 能够缓解或者是流转 比如说现在 现在因为网络技术的推进 像优步 Lift这种打车的工具 它增加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 还有就是因为网络商业的推广 网络商业技术的推广 很多人坐在家里面 做起了网商 这个又是技术带来的 对就业的贡献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网络技术的进展 这个网络销售啊 网店逐步现在已经在越来越快的取代这个传统的这个商店 这造成了巨量的物流的需求 这个新兴的物流业它又解决了 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 所以特朗普那种靠政策强迫企业回潜美国 它那种是对抗历史潮流 都是从愚蠢的做法 反映了出它根本都不懂经济 因为这个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 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 那个资本不可能流向成本高的地方 它当然会流向成本低的地方 中国的成本低它就流向中国 东南亚的成本现在更低 就会流向印度和东南亚 你这个采取行政命令 去对抗去阻挡 是四倍功败 而且你的副作用也是很明显 你的副作用是 它的副作用是比较深远的 就是它会造成 你这样阻挡的话 你就会造成美国的那个 确实这个产业它迁回美国去生产 但它会卖得很贵 卖得很贵的话 那你的出口 你就会萎靡不振 因为你 你签回去的其他的丰田 还有这些德国的公司 富安国的公司 人家在海外生产 那你的战略优势 那你就 竞争不过这些 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 这种在海外的企业 你就竞争不了 那你虽然你暂时地解决了这个国内的 你缓解了国内就业的困难 你增长了就业 但问题是 如果你的产品卖不动 出口 萎靡不振 你的企业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不去 你企业搞不去 你那个失业问题 是不是又回潮 所以特朗普 他完全是短期行为 他那个 货币量化宽松 与中共印钞一样 都是短期行为 他的目标是很明确 就是 要在自己 在任上 要打造一个繁荣的 这个经济好局 至于 这短期繁荣之后 经济怎么糟糕 与他不相干 把烂摊子 留给这个下任 他这个 货币量化宽松 就会造成 像他这么搞 就会造成 今后就会埋下 埋下今后的 空前的通货膨胀 超级通货膨胀的 这个货根 他这么阻挡 这个资本向海外的流动 强迫这个制造业回流 短期能够 大幅的增长就业 但长期 它会导致美国 那个出口 萎靡不振 导致美国的 那个贸易利差 进一步疯涨 现在已经抬头 现在贸易赤字 美国在他任上是 创纪录了 所以 这反过来又会导致 这个 就业恶化 只是 只是 现在还没有 这个恶果 现在还没有浮现 要过了个七八年 等他 大概是 等他 他如果能够担任两任的话 等他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恐怕要浮现 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 这种行为 短期经济行为 这跟中共是非常的相似 中共 他也是这么干 就是靠这个 货币宽松 印钞票 靠这个 出口外向型经济 根本不顾这个 国内 这个生态环境 也不顾 这个技术 技术升级 也不顾 就是 只追求这个GDP 不顾这个产业结构 不顾技术升级 不顾这个 长远 不顾环境 不顾长远 就是追求 就像胡文一样 追求自己人类 经济成就 必然会对未来的 这个经济灾难 埋下祸根 客观公平的说 习近平他上台后 经济为什么一塌糊涂 把 归咎于他个人 完全归咎于他个人 是不公正的 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实际上习近平 他这个经济烂摊子 是胡文埋下的 恶果造成的 胡文埋下的祸根 造就了他今天的经济烂摊子 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反市场化的 一系列倒行历史 是雪上加霜 但是 这个 他的烂摊子的祸根 是胡文埋下的 习近平他是 雪上加霜 所以特朗普 他这么弄的话 他这么弄的话 他是短期的这种 他完全 他这个刺激经济增长 是一种短期的经济行为 他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 一种做法 一种投机的做法 这是路易斯五那句话 在我死后 哪管洪水滔天 他只要在他 任上 有好果子吃 就够了 就是不顾一切 这反应出这个人的 道德品质是非常恶劣的 还有呢 就是他对 特朗普他刺激经济 当然有没有一点 有没有一点 这个 立民立国的地方 也有 不能说他一无四处 他立民立国的地方 就是 他不发动战争 他对外他不发动战争 所以现在 有人开玩笑 说他是 诺贝尔合并奖的 候选人 不发动对外战争 就是有利于美国国内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 也有利于美国老百姓 但是 你要看 什么程度 你像特朗普这么放弃 这个 美国 世界警察的 这种 职责 对独裁者 对独裁者 过分的妥协 退让 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和平的态度 实际上 他是在 以 养庸为患 实际上是在 随进 独裁者 使得这个独裁者 更加胆大 妄为为今后这个世界爆发规模巨大的战争 埋下祸根 你像特朗普 他绝对和平 哪怕独裁者 把他飞机 飞机打下来 哪怕独裁者 镇压 他在那种独裁小国 在国内 野蛮的 接他人选 他也 他也无动于衷 数字高格 这种随进的态度 他就会 鼓励 全世界的独裁者 尤其是鼓励习近平 普京 金正恩 这些独裁者 使他们的胆子会更大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 特朗普这么折腾下去 这么绥静下去 习近平 武统台湾的可能性 就会大幅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 政府投入 就像中国福温时期大搞高铁一样 大建高铁一样 政府投入 在美国全国各地修建基础设施改善公路 他对老百姓是有实费的 这个不能够否定他 当然他这个 赵福渔民 他主要是为了 为了他 连任 这也反映出美国制度的优越性 你虽然是个流氓 但是你为了选上年 还不得不做一些好事 好的 这期节目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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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